三个来自东北的偷渡客 凭着一股痕劲 一夜之间灭掉三大黑帮 今天我们来看韩国动作电影 犯罪都市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韩国首尔的家里风洞 生活着无数从中国移民而来的朝鲜族人 这里鱼龙混杂 自称出三股黑道势力 他们分别是经营夜场生意的毒蛇帮 经营游戏厅和赌场的遗帅帮 以及经营酒店等娱乐场所的春职帮 因为利益 极大帮派的争斗时有发生 眼前这个边打电话边解决斗殴的状态 叫马东西 是主管这片区域的警察 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维持着这里最稳定的局面 黑白两道的人都得尊称他一声马叔 这天 他就听里在启示端 一名黑帮成员被捅倒在地上血流布置 马叔上前一看 发现他的胸前有一枚毒蛇纹身 看来 此人正是毒蛇帮的小弟 另一边 毒蛇帮老大阿泰得知消息 马上让几名打手前去复仇 不料 刚走出大门便被堵了个正招 见几人手持棍棒 马叔二话不说 上前就是一巴掌 打得是相当的顺手 此时 老大阿泰过来诉苦 称自己一方是受害者 行凶者正是一帅帮的人 一听此话 马叔马上来到一帅帮的游戏厅 只见一名混混神色慌张 看到马叔转身变炮 但他又如何能逃出马叔的手心 又一巴掌过后 混混倒地不起 咖啡厅中 毒蛇帮老大阿泰和一帅帮老大光头碰了面 马叔从中调和 准备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而光头一脸嚣张 死不认错 马叔随口说道 那就关掉几家游戏厅 一听此话 光头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两位老大握手言和 马叔还饶有兴致地给二人来了张合影 每人一张 各自留念 然而 三名来自东北的偷渡客 打破了这平衡的局面 此时 从车上下来的长发哥 名叫张千旦 而他的两名手下 老二老三 又从车后箱拖出一人 并对其拳打脚踢 逼他还债 原本三千万韩元的高利贷 到了这里就变成了两亿 欠债之人 满脸血污 连连求饶 这样力滚力 根本还不起啊 一听这话 张千旦顿时不爽 还不起就让你的老大来还 说完 便让老二废掉他的一只手 而这欠债之人 正是毒蛇帮 阿泰的手下 夜幕相邻 阿泰得到消息 带着两车小弟 火速赶到飞品站 一见手下的惨样 阿泰顿时大怒 直接踢翻张千旦 面前的桌子 他倒要看看 这三人有何能耐 接着 一口唾沫 吐到了倾条上 你不是要还钱吗 我再给你加点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不料 这张千旦 人狠话不多 他提刀在手 猛的刺进了阿泰的脖子 老二老三 更是一左一右 连筒阿泰 十几刀 动作形如流水 相当麻利 阿泰命丧当朝 一旁的毒蛇帮小弟 全都吓懵 不敢妄动 他们可从没见过 如此凶狠之人 一言不合就杀人 这可是亡命之徒啊 而张千旦野心不小 他直接将毒蛇帮收编 再准备吞并别的帮派 成为这里的霸主 与此同时 马叔正在春职帮的 KTV里检查工作 老大黄老板 是个明白人 保护费 陪酒女郎 骑上阵 安排得妥妥当当 俗话说 酒是粮食精 越喝越年轻 马叔一开心 喝了个明丁大醉 直到第二天一早 才被领办大姐匆忙叫醒 大事不好 警察来了 一听这话 马叔的酒顿时醒了大半 让同事知道 岂不让人笑话 他慌忙穿好衣服 准备偷偷溜走 不料让手下碰见 马叔谎称 自己已先一步到了现场 原来 昨晚张千旦三人杀掉阿泰 又来到这里寻欢作乐 因为不遵守这里的规矩 老二被大堂经理 砸了一垃圾桶 张千旦等人 岂是随便让人教训得住 他们将经理按在桌上 拿起斧头 废掉了他的一只手 得知此事 马叔脸上就挂不住了 在他管辖的区域 竟还有这么嚣张的人物 结果监控掉出 模糊不清 只知道 他们说话带有东北口音 马叔猜测 这应该是新来的偷渡客 第二天 马叔又得到消息 在一条巷子中 发现一具尸体 马叔赶过去一看 心里顿时一惊 麻袋中装着的 正是被肢解的毒蛇帮老大 阿泰 看来 这是要变天了 与此同时 张千旦正指使着毒蛇帮二当家 以后什么赚钱就干什么 让你砍胳膊就别砍腿 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他们要拓展地盘 插手一帅帮和春职帮的生意 张千旦说到做到 他带人砸了一帅帮的游戏厅 光头得到消息 带着一帮打手 火速赶来 结果却让毒蛇帮小弟拦在门外 并让光头一人进去见新老大 光头还没见过如此嚣张之人 他来到游戏厅中 见到了张千旦 而张千旦也不废话 直接让光头将游戏厅的生意让出 光头一听 准备拔刀 你敢拔刀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光头瞬间背着痕劲震住 一口恶气没出 反倒被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而毒蛇帮二当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被逼着去收保护费 有不从者 老二便上前拔刀剁手 而张千旦更是直接霸占了他的漂亮妻子 二当家也是敢怒不敢言 但张千旦一走 二当家便抓起妻子一顿暴揍 眼里没我了是吧 竟敢给我戴绿帽子 正吵着一群打手找上门来 原来他们正是春职帮黄老大的小弟 自己的手下被砍手 这个面子必须找回来 但二当家也不知道张千旦的老巢在哪 不过有多妻子之恨 他也答应做黄老大的内应 一天夜里 马叔带着手下在小饭馆吃饭 巧的是张千旦等人也来到了这里 一听他们的东北口音 马叔心里便有了分寸 同时 刚坐下的张千旦也发现了马叔等人的身份 他起身走向了后厨 马叔命人跟上 又让另一警员上前盘问老二老三 不料张千旦率先发难 他搬起油锅拖了小警员一脸 饭馆中顿时大乱 张千旦等人趁机逃脱 而光头一会儿并不甘心游戏厅就这样被抢走 他带着一帮手下 在巷子里堵住了老二老三 老二冷笑一声 马上提刀在手 冲上来的打手 瞬间被放倒几人 对方人多 他们却以凶狠取胜 混战中 马叔带人赶来 他们支走光头一会儿 准备亲自拿下凶犯 结果马叔大意 一上去就被老二划了一刀 老二虽狠 但与身强体壮的马叔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 不久便被擒获 而两名警员却办事不力 让老三逃脱 检局中 老二被连番拷问 但他就是不交代同伙的下落 甚至要咬蛇自尽 马叔一时也无计可施 另一边 光头正在为母亲过六十大寿 现场气氛那是相当的愉悦 此时 老三提着灭火器不请自来 他音笑一声 开始四处喷射 现场顿时一片狼藉 烟雾中 张千旦也缓缓走来 他抽出斧头 开始薄杀 冲上来的打手 都让他一一砍翻 光头暴怒 狂叫着要与张千旦拼命 他知道 今天得有一人死在这里 但光头还是败了 他被一刀捅倒 张千旦狂叫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东北张千旦 欢迎刚落 刀子已插入光头胸口 这起暴力事件 很快引起了韩国民众的关注和恐慌 才短短几天 这个狠人就灭掉了两大黑帮 马叔等人也被批办案不立 张千旦居无定所 想抓他可不容易 同时 警方也拿到张千旦的资料 他在东北就是黑帮老大 手下有三百人之多 因犯下重案 被国际刑警通缉 才偷渡来到韩国 所以 马叔也立下军令状 十天内不抓住张千旦 就引救辞职 而此时 张千旦的势力已越来越大 他开始对外接生意 一个老板准备出五亿 买下春职帮老大的人头 张千旦开口就要十亿 对方嫌价钱太高 准备另找他人 张千旦一脚将他踢倒 难道还有比我更狠的人 此时 春职帮的人收到二当家的消息 他们开始先发制人 大群打手杀进酒店 老三在楼道拼死敌倒 张千旦从二楼破窗逃出 功夫实在了的 专职帮的人穷追猛打 三人拼死开车逃离 在车上 被打压许久的二当家 突然拔刀变刺 结果实力不允许 反被张千旦夺到捅死 另一边 马叔开始发动周边群众 希望能获得更多线索 但对着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群众也是心中惧怕 搞不好就惹下面门之祸 不过 在饭馆小哥的鼓动下 大伙终于意识到 人气吞声 只有被欺压的份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 当毒舍帮的人 再来收保护费时 群众们拍到了不少的照片 帮助警方锁定了 二十多名犯罪分子 和他们的行动轨迹 现在就差抓住张千旦了 马叔又想出了一条 欲擒故送之际 他让两名中国通甲办警察 说是要将老二带回国 在押韵途中 警察故意掉落一些毒品 还说在这里不好找买家 有人帮联络贩卖就好了 老二一听就来了精神 连说 你们只要放了我 销路的事我包了 就这样 老二被放走 他马上找到了张千旦 并转告了这条发财的路子 张千旦一听就觉得此事有诈 到底是你傻 还是条子傻 他先翻桌子 还要将老二给剁了 老二则拿出一袋毒品 说道 这东西 他们有100公斤 一听此话 张千旦也是将心将一 所以这天晚上 他带着大批人马出动 准备一探虚实 此时的张千旦 嚣张到了极致 所过之处 众人纷纷避绕 生怕得罪了这个恶魔 而街头的地点 警方早已不下天罗地网 当双方一碰面 大群警察冲入 但他们并没有发现匪手张千旦 而此时 张千旦已带人前往春职帮的KTV 为了十个亿 也为了报备习之仇 今晚他就要踏平了春职帮 一场混战在过道中展开 春职帮第一打手 也被老三砍翻 而黄老大身穿护甲 成功躲过一刀 众手下更是拼死抵抗 让黄老大得以从电梯逃走 但张千旦可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在马路上再次将黄老大拦下 在这生死关头 几名巡警路过 张千旦慌忙逃离 黄老大得以捡回一条性命 而张千旦也从雇主那里拿到了一笔钱 准备坐飞机逃走 不知道是导演还是张千旦的脑洞太大 就现在这身份 他如何上得了飞机 恐怕这一次是插翅难逃了 机场的卫生间里 张千旦洗净血污 但马叔已经堵住了去路 二人废话不多说 直接闪开一场肉波 你一拳我一脚 今天要在这里绝出高下 张千旦使出浑身解数 却仍然不是马叔的对手 被摁在地上一阵摩擦 于是张千旦拿起拖把戳 端起花盆砸 用玻璃碎片刺 妄想凭借工具取胜 但也只是伤了马叔的皮毛 张千旦又被重拳打倒在地 却没有停止疯狂 马叔狂怒之下 直接掰断了他的手 最终的结果 当然是法外狂徒 不敌猛兽刑警 本篇剧情简单粗暴 不烧脑 打打杀杀燃点高 在以武力为生存之道的小社会 黑帮用铁拳弱肉强食 警察用铁拳震慑各方取得平衡 而张千旦这个人物设定 却有些奇怪 他逃犯不像逃犯 杀手不像杀手 不懂韬光养晦 不懂人情世故 一言不合便取人性命 他的出现仿佛就是来搅局的 让韩国黑帮和警察鸡犬不宁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和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